朋友你們好,我是小胖哥 我問蔡總,我說 蔡總你經常在網上網過嗎? 他說是的 我說你網過之後呢 那些小紙盒怎麼辦呢? 他說我基本上 隨手一丟就丟垃圾桶 我說你這個心真大 我說你隨便丟一丟丟垃圾桶 你不怕別人把你的信息給賣掉嗎? 他說有人在賣這個信息嗎? 我說是的 我說你這個快遞盒上包含了你的姓名 還有你的尼稱、性別、手機號碼、家庭住址等等之類的 我說這些快遞單也可以做成一個生意 就是別人會把你這個信息拿去套路 如果你寄件是送給你的朋友 或者說填了你朋友的姓名 他們的信息也會被拿去曝光 他說還可以這麼操作嗎? 他說是不是一些不法分子 就是利用這些快遞單在操作一些違規 我說是的 他說那你能跟我聊一下 就是他們都是怎麼樣操作嗎? 我說可以啊 我說菜總前面你丟去的快遞盒 是不是包含你的信息 對吧?他說是的 我說那通過這一系列的信息呢? 這些不法分子已經認識你了 他說你能具體講一下嗎? 我說快遞面單上是有你的姓名、家庭或者公司號 公司地址、手機號對不對? 他說是的 沒有這些信息怎麼會寄給我呢? 我說通過這一系列的 通過你的手機號 他就可以知道你綁定的一個微信、支付寶 或者QQ或者微博等等的一些 或者說抖音一些帳號對不對? 他說對的啊 他說我手機號基本上都是綁定這一些的 我說是的 我說很多人的習慣都是綁定這一些東西 所以說有這一些東西呢 他就能知道你的一切通通都知道 那麼還可以通過這一系列就是 你的手機號他可以找到 比如說你的照片啊 你的學校啊 你的喜好等等之類的 他說他們還有這麼強大的功能嗎? 我說有些手機號一收 很多信息就出來了 那通過你買的東西 購買的一個習慣和經濟 就能分析你的一個經濟能力 推測你的生活習慣對吧? 就比如說你經常會曬一些什麼東西 可以搜索得到嗎? 比如說短視頻啊 朋友簽啊 對吧? 都可以看得到最近幾條信息 所以說一個小小的快遞和一個面單 就可以有騙子知道這麼多信息 他說我操這個真的是 你必要防不勝防啊 那你能跟我再繼續講一下 就是他們拿到這個幹嘛嗎? 我說他們一般收集這個呢 就是賣給一些就是 詐騙分子 詐騙分子呢 一般用來就是 像你平時經常有些會被盜號 他說是的 我那天QQ號就差點被盜了 我說沒錯啊 有些盜你的號呢 就是發給你的親戚朋友 然後呢 就是借錢啊等等之類的幹嘛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他說是的 這個盜號這個我也盜過 第二呢 他們會把這些就是賣給一些 詐騙 東南亞的這些詐騙分子 就是詐騙集團搞殺豬盤的這些 他說你能跟我講一下 就是他們怎麼操作的嗎? 我說可以啊 我說東南亞的這些詐騙集團呢 他們需要國內的一個信息 那麼國內就有專門的人 在幫東南亞的這些詐騙集團提供信息 他們提供信息的來源有很多渠道 那其中一個渠道呢 就是通過快遞面單上面的一個渠道 因為你快遞面單上面 有你的姓名家庭住址對吧 有你的電話號碼等等之類的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就是通過一系列就是告訴你說 你包裹你買的東西有問題啦 等等之類的 然後設計好一系列的騙集 讓你去跳 他說你說這個我也看到了很多例子 沒想到是信息來源是通過這一方面來的 我說是的 我說包括這些就是住址電話號碼 他們統稱為快遞料 我說這些快遞料呢 一旦被詐騙分子盯上就不得了 我說有人被騙了幾十萬 他說是的 我也看到過很多新聞 反大中心都有講過很多人被騙了很多錢 他說那你能跟我講一下就是 那我應該下來應該怎麼樣注意這一塊嗎 你這樣一說我還有點害怕 我說可以啊 我說我跟你聊一下就是怎麼樣注意一下這一塊 可以 我說其實不光是快遞單 你從開始在購物的時候填了快遞地址 就你的信息什麼的就已經暴露了你的個人信息 他說我填在商家後台的電商平台正常不會暴露吧 我說會的我說前幾年不是有很多人 專門導賣這個就是購物網站裡面的買家賣家信息 直接從店鋪裡面導出來賣的 有很多也是到號的 然後有很多是店鋪自己的內部操作的 他說還可以這樣嗎 我說是的 我說前幾年那些東南亞菠菜集團就是大肆的在收購這些信息 所以說從你填地址的時候第一時間就開始要注意了 他說好的那這一塊我會更多注意一下 那你能跟我講一下就是 具體要注意哪一些點嗎 我說你在填地址的時候 首先人有多簡單就填多簡單 地址最好不要填太詳細了 比如說你是某某某小期A棟多少號 你就寫A棟就好了 或者寫某某某小期就好了 姓名的話也不要填太真實了 就隨便搞個網民 現在搞個網民也是可以的 然後手機號 盡量用一些心理號 現在很多購物平台都推出了心理號 一個月也才幾塊錢 所以說通過你的地址 你的姓名等等之類的去保護好你自己的隱私 人有多隱密就寫得多隱密 他說那我這一塊隱私這一塊我會注意的 就是填地址這一塊我一定多加強一下 我說還有就是剛才我跟你開始聊的那個快遞單 一定要特別注意這些快遞單快遞盒子的處理 你賣廢子可以丟棄快遞單之前 一定要買一個郵信筆或者說其他的等等之類的 把你的商鑑人聯繫人你的地址你的電話 全部都給填改掉 再來丟棄這個快遞單 以免被不法分子 給不法分子造成一個可乘之機 明白了沒有 他說好的我明白了 關於這一塊快遞隱私這一塊 我也會更加的去注意 感謝小胖哥